观音世界看中国 观音世界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号消息 北京时间12月18号23点59分 甘肃临夏州基石山线 发生6.2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截至目前 地震已经造成甘肃100人死亡 青海11人死亡 部分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 在一项由法国共济会进行的调查中 预计2024年 法国互助保险制度的附加医疗保险费用 将迎来多年来的首次大幅上涨 平均增幅达8.1% 这一涨幅将在个人合同中 平均达到7.3% 而在企业为其员工购买的 强制性集体合同中 平均涨幅将达到9.9% 这一消息引起了政府的关切 尤其是对于可能对购买力造成的影响 调查涵盖了38家互助保险机构 共计涉及了1870万人 作为补充医疗保险领域最大的家庭 互助险占据了46%的市场份额 远超过保险公司和预防机构 法国卫生部长奥雷莲卢索在上周表示 虽然对于5%至7%的涨幅可以解释 但已经宣布的高达12%的其他涨幅 则是不可接受的 由于政府无法规范附加医疗保险的费用 其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吁消费者和企业积极参与竞争 根据公计会提供的数据 至少一半的互助保险会员将接受 卫生部长所提到的5%至7%的涨幅 这些费用上涨主要是由于医护人员工资和服务费的调整 医疗消费增加以及社会保障 对牙科医疗费用报销的降低等多方面因素推动的 根据俄乌两国官方发布的最新简报 俄罗斯州一声称成功袭击了乌克兰人员和军事装备 而乌克兰则宣布拦截了俄罗斯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称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俄罗斯军队在库布扬斯克和卡拉斯尼利曼方向 成功击退了乌克兰的26次进攻 摧毁了乌克兰的两辆坦克 8辆步兵战车 5辆装甲战车 3辆火炮 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和设施 报道称 俄罗斯防空部队还拦截了25架乌克兰无人机 和两枚由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 同样在周一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乌克兰和俄罗斯部队在前线地区发生了92次战斗 乌克兰称 其部队在库布扬斯克 巴赫木特 马林卡和扎波罗热方向 成功抵御了78次俄军进攻 此外 乌克兰空军还摧毁了一枚KH-59导弹 当时多个地方遭到炮弹和导弹袭击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8日 伊朗德黑兰 车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家加油站外 排队等待加油 据新华社报道 伊朗石油部下属的沙纳通讯社 说由于出现技术故障 伊朗一些加油站的燃料供应 12月18日暂时停止 据以色列媒体12月18日报道 一个曾经与以色列有联系的黑客组织 声称袭击了伊朗的加油站系统 这个黑客组织此前声称 2021年年底 曾针对伊朗的加油站 铁路系统和钢铁厂发动网络攻击 该组织12月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当天 他们再次针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 导致伊朗各地大部分加油站瘫痪 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电邮与销售公司 首席执行官贾利勒萨拉里 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网采访时说 由于销售点系统和在线支付功能出现问题 伊朗60%的加油站已经中断燃料供应 他保证所有加油站将在当天夜间恢复供应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8日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凯恩斯机场拍摄的洪水灾情 据新华社12月18号报道 昆士兰州遭遇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 当地凯恩斯国际机场出现严重积水 跑道上的部分飞机被淹 据澳大利亚气象局消息 当地时间12月18号 昆士兰州凯恩斯道格拉斯港等地洪水水位持续上涨 在过去的40个小时里 当地降雨量已经超过600毫米 其中过去24小时 当地录得307毫米的降雨量 据统计在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 昆士兰应急部门进行了约300次协助救援 著名旅游城市凯恩斯 已被百年一遇的洪水围困 周边多个城镇居民被疏散 目前当地机场已经关闭 所有国际和国内航班都已经取消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8日 几内亚科纳克里燃油仓库火灾现场 据新华社报道 科纳克里一处大型燃油仓库 18号凌晨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 大量建筑物和车辆被烧毁 爆炸发生后 相关专业机构立即投入救援工作 以控制火势并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燃油仓库爆炸事件 以及造成13人死亡 另有170余人受伤 绝大部分伤者已被送医 其中89人在接受治疗后出院 几内亚国度政府发表声明说 科纳克里除国防安全部门和医疗行业外 其余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 都将保持居家状态 所有学校交友站都将关闭 政府将对事件原因和责任人展开调查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 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您听cend describing 秦蘭一字幕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